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在開始講今天的主題之前 還是要提一下昨天那個電玩科技AK的小粉紅啊 他不是把我們台灣人的IP給封鎖了嗎 我們台灣人看不到 這個時候你要掛Subshock VPN 把IP掛到日本掛到美國 你才看得到對吧 但是我今天一樣用VPN掛IP的時候 發現他已經把YouTube上所有的影片都給下架了 包含他罵台灣人的直播他也給下架了 他只單單在社群留下那一篇罵台灣人的貼文 但是詭異的是什麼呢 他把下面的留言功能停用了 也就是說呢 你不能留言去跟他叫罵 大家也別灰心 他還有B站呢 他B站那條影片啊 本來點閱量三四萬 現在靠我衝到十六七萬 很多很多不管是不是台灣人或是馬來西亞人 或是海外的華人新加坡人 更多的都是他們自己中國的同胞去嗆他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噴他的話 要去舉報的話 去B站 也讓他的B站玩玩 影片到這裡先感謝本集的贊助商Subshock VPN Subshock VPN不僅作為一款簡單好上手的VPN軟體 輕鬆的讓我們使用跨區網路服務 在保護大家的網路使用安全 更是下足的功夫呢 Subshock Antivirus 會幫助大家隨時把關下載的軟體以及App 避免誤觸的木碼程式 同時也會針對應用軟體的授權許可 去做防護 這可以大大降低有心人士透過軟體開啟 你根本沒打算允許的衍生功能 不用在對外接或是筆電的視訊鏡頭 感到提心吊膽 生怕自己在不知道的情況之下遭到監控 而Subshock R2可以保護你的信箱帳號以及密碼 並且在帳號安全有警訊下的情況 第一時間對你發出警訊 只要使用我們的優惠碼 Farm TV 即可享有專屬優惠 訂購兩年方案 再送三個月的免費使用 趕緊透過下方資訊欄 來了解一下Subshock VPN吧 好我們回歸到正題 再講回今天的主題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們這個頻道前兩個月就開始在說 中國各地的政府 或是國企之類的 一定會負債或是爆雷 這幾天實踐了 武漢當地的政府 刊登的催款通知 催債通知 名單高達了259家企業 那這些企業裡面包含了 國企科研單位 還包含了5個區的政府財政局 還有政府相關的一些事業單位 通通都在這份名單之上 所以之前不是說很多地方的公務員薪水都砍半 甚至研發的問題 甚至砍了一些福利 那當時網路上也流出很多影片對吧 那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面向的問題 中國的M2貨幣 一直是在增加的 人民幣貸款也是持續在增加的 也就是中共瘋狂的印鈔票出來 所以貨幣供應大量增加 光上個月中國的M2就增長了12.7% 可見這些錢通通都是流向中國國家事業單位去了 亦或是被拿去貪污掉了 或是拿去存在瑞士銀行之類的 而你遠遠不覺得印鈔 流去國際央企政府單位 去支付公務員的薪水 或是拿去維穩 但是政府單位本身沒有辦法 透過這些借貸的款項 去產生還款能力或是盈利對不對 那這又是個惡訊循環 下個月下下個月 你還是得繼續印鈔 大家可以發現中國的M2跟CPI的數據 兩個對比起來非常的詭異 而中國民間的投資行為 比起三四年前是減少非常多的 想要投資的這些中小型名氣啊 通常很難借到款項 難借到款項就意味著 能增加增快創造獲利的時間 會增加 那甚至做不起來 那請問民營企業 沒有收入 做不起來 那政府就沒有稅收 那沒有稅收之類的 怎麼能實際意義上的解決問題 那你下個月又繼續印錢 然後又不借錢給民營企業 然後再用一堆美化的數據 分散的數據 去掩蓋掉中國的經濟 再加上大量的代工廠奔走 而中國目前沒有培養出一個 能大量且成熟 能取代代工廠的規模產業出來 中國不是自從晶片被制裁之後 那在這三年啊 不斷的加強晶片的產業升級 與研發 但通通都爛尾啦 前幾天中共跟南韓有上經貿的會談嘛 那中共自己加油添觸的說 中韓雙方啊 同意會加強半導體的產業供應 或是合作對話之類的 但人家南韓的聲明沒有提到這一點 只說了你中國必須穩定的確保 原始材料的工藝鏈 讓我們韓國的企業呢 在中國能享有一個可預測的商業環境 什麼叫做可預測 這句話針對的是你中共的政策 你中共政府的態度 而不是中國的市場規模 因為市場的機能 因為市場的判斷而導致一些風險 更多的不是這個 更多的是中國政府這三年來的倒行逆施 對吧 這是最主要造成中國經濟衰敗的一個現象 很多民眾不太敢消費 那中國又很奇怪 你明明就已經沒有能力了 你還繼續在升息 你又沒有像美國那樣的能力 美國最近在停止升息了 那上個禮拜 中國OPPO也終止研發晶片 燒光跟銀行借來的400多億人民幣 而這個研發單位相關的人員 跟機場場區的工作人員 將近有3000人將失業 而這也不是中共第一家 研發晶片失敗的企業 這三年期間 近萬家的晶片產業 去跟這個中國政府騙投資 或是拿來貪污 結果你都沒有成功研發出晶片 那還有一家國企叫做中創新航 他無預警的解聘2000多的畢業生 或是應屆畢業生 或是剛出社會的新鮮人 但中創新航給出的解釋 是因為配合市場跟顧客的需求 所以我要把你們全部給解約了 我每個人最託只賠3000人民幣 但事實上是不是這2000人全賠 或是有些人賠3000 有些人賠1000 或是究竟有沒有賠 這是個問題 畢竟至今河南村鎮銀行的出戶 又在維權了 前幾天又被暴打了 河南村鎮銀行的事情 至今一年了還沒解決 而最近幾天啊 中國最大的討債公司 就是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啊 被中共給抓了 強制關閉 資金被凍結 這家公司確實有時候會用一些暴力手段去催戰 那這個手段也是不對的 也是有錯的 但抓這家公司的是別省的公安來抓的 那這明顯就是利益集團黨內的鬥爭 因為畢竟中國的體制跟台灣還有美國體制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能用歐美的體制去看中國 國情不一樣 那說句實在話 今天湖南永雄啊 用暴力手段去對付民氣 去對付跟他借款的小老百姓 請問公安會處理嗎? 公安如果會處理的話 公安怎麼會跟河南村鎮銀行 站在一起去打那些儲戶呢? 當然不會嘛 那一定是湖南永雄的客戶啊 有其他中共背景的人啊 被催債 而他沒有能力還 或是他不想還 所以找了其他省份的公安 或是其他省份的勢力 去鬥垮這間公司 那一定是暗地裡鬥爭的過程中 永雄集團輸了 所以才會有明面上的跨省抓捕的動作 但問題的最本質就是 欠錢的人不用還錢了吧 雖然討債的手段可能存在一些問題 但不代表欠錢的人就可以毫無底線的 毫無止境的繼續欠錢的 那這又會釋放出什麼信號呢? 其他的借貸公司看到了 他們會怕啊 我借你錢你不還我就算了 我跟你去討錢你還要報警 你還要弄一些手段把我給抓了 那我以後就不要借錢給你們啊 我要更加嚴格的去審視你們 就一刀切啦 那簡單來說 中小型的民間企業 或是剛剛要創業的中國人啊 會比較困難從銀行貸款到你想要的錢 所以通常這類人就會去找民間的借貸公司借錢 而大企業之類的國企、央企、中國事業單位啊 可以直接跟銀行貸款是沒有問題的 這些民間借貸公司的錢哪裡來呢? 就是以前啊中國在搞大量的基礎建設啊 跟蓋爛尾樓的時候搞來的 那譬如說今天有一個房地產公司 他找了當地的市委書記或是市長去關說 本來可以借5億的款項弄到借10億 我看好也非常的看好 試圖要用新能源車的產業 取代掉代工廠的產業 說句實在話 你拼得過特斯拉嗎? 再來你一個泱泱大國的產業 是新能源車產業 而你很多很多的概念跟研發 都是山寨或是竊取歐美的 我們就說美國啦 算什麼特斯拉 航太啊 AI啊 蘋果啊 晶片啊 生物科技啊 這些都是他們自己摸索研發出來的 而人家早在你十幾 甚至二十年前就開始在動作了 你現在才開始在動 而你又玩不過人家 我們再來說你新能源車裡面的 技術 確定都是你自己的嗎? 今天人家如果斷了你一個 可能什麼德國的什麼科技 英國的什麼材料 日本的什麼工具 都斷給你 你確定你生產的出來嗎? 所以中國現在的能力 真的只能夠你們自己玩內循環 我們就拿中國這幾個月來說 車比起以往就是賣不太動 所以你們銷價競爭 總量不管是不是新能源車 還是一般的傳統汽車 或是綜合這個油電混合車 這三個的加總 全部來說銷量是往下減的 而這個往下減的前提 還是建立在你已經銷價競爭了 你可能買一賠二之類的 你在民間企業上是沒有增加收入 或是還款能力 而中共的政策讓投資方感到不安 所以中國目前看起來是通縮啊 一旦中國內循環出現的大問題 全面爆雷 那就準備要面臨非常龐大的通膨 所以真的現在有機會論 有能力論的人趕快論 溫馨提醒一下 如果你真的論出去了 或是走線成功了 不要再把中共的大一統思想 或是中共那邊的列根性 帶來自由世界了 好嗎 今天影片到最後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 掰